大家好,我是凯文 拍影片真的是非常好玩 但是清潔摄影器材跟保养摄影器材 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那我自己是要求很高的人 所以我每次拍完所有东西 全部都会消毒过 都用酒精啊 然后用各种东西把它消毒 能夺干净 就给它清得夺干净 所以会花非常非常多时间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部分 很跨世界的人 清潔我会准备一大瓶的酒精 跟一大堆的擦手指 清潔摄影器材我喜欢从相机机身开始 因为我会先拿出记忆卡先过个档案 待会才不会浪费时间传档案 清潔机身有几个重点 机身的把手要仔细擦拭 因为每次拍摄完都会手势势黏黏的 开关机的位置也要仔细擦拭 还有整台相机上面所有的按钮 机身上的A幕也要仔细的擦拭 不希望上面的油污来干扰你下次拍摄的构图 那我觉得相机背带真的是藏污纳垢最可怕的地方 真的要仔细擦拭 最后一个细节就是电池舱的门 当然电池也需要取出来清洁 电池的六个面我都会仔细做清洁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用酒精来擦拭 因为它挥发的很快 如果用其他的消毒液来擦拭的话 让电池湿湿的短路的机会也会增加 接下来就是镜头的部分啦 只需要仔细的清洁对焦环跟并交环 还有镜头盖我们会压到的地方就好 那镜片里面的清洁我已经有拍另外一支影片专门说镜片如何清洁 那当然有兴趣欢迎去参观一下吧 那接下来就是清洁一些小小的摄影配件 清洁的重点就是在拍摄会触碰到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摄影箱的部分 清洁的重点就是在每一个的拉链 还有每一个比较常用的隔层做仔细的清洁 那像这种拉杆箱底下的轮子也是一个清洁的重点 平常会碰到的提拔也要仔细地做清洁 因为你不知道每次拍摄帮你拿东西的助手手到底干不干净 所以就把它都擦干净就好啦 那像这样子这么仔细的清洁 酒精跟擦手指也是每一次拍摄的成本之一 那灯箱擦拭主要就是手会碰到的地方 跟放在地上的地方 那灯具的清洁主要就是那个线材 非常非常的脏都放在地上踩来踩去 那控制盒清洁主要就是上面所有的按钮 还有所有金属接点的地方 因为像这种大瓦数的灯 如果因为没有清洁而短路真的是太好笑了 那灯头主要就是擦拭所有你会碰到的地方 那除非你把你的灯带到一个恶劣的环境 可能里面的风扇也要清洁一下 那清完了一盏我还有第二盏灯要清洁 我们就用同样的步骤就给它一个一个慢慢的清洁 那其他的小摄影灯也是一样 所有的开关所有的旋钮所有的手会碰到的地方都要做清洁 还有到处会拖来拖去的线材也要仔细做清洁 那跟胶器的部分就是手轮上面的滚轮 还有跟胶马达上面的按钮要仔细做清洁 那稳定架上面所有的旋钮都要做仔细的清洁 避免下次拍摄手滑滑的很难调整平衡 那稳定架中间的心脏也要仔细做清洁 因为如果里面有浸沙或是碰到脏东西 整个清洁跟保养就会复杂很多 那还有手会碰到的握把 跟地上会碰到的脚垫 那接下来就是各种脚架类 那主要清洁就是整支的管壁 还有瓶掌会锁紧的任何旋钮跟扳手 那这些脚架底下会碰到地上的脚也要做清洁 油压头的部分就是所有的旋钮擦干净 还有插入快拆板的整个擦干净就好 然后最后一项物品就是我们的柔光罩 那也是外表稍微做清洁就好 因为内部平常也不会碰到 那还有所有其他软的袋子 我都把它丢到洗衣机去洗 这样会轻松很多 那我觉得摄影器材如果你不清洁的话 其实也根本没有差 你还是可以照常使用 但是如果你清洁的话 你可以延长这些器材的寿命 像是有一些铁的部分啊 它都会生锈 如果你不清洁的话 但是你如果马上把它清掉 它真的也是可以延长很多很多的寿命 那大家可以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点击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